凤林镇公所和凤荣地区农会合作打造的凤林溪花海 目前正式盛开时期 高滩地和合体两旁的农地种植有50公顷花海 凤林镇长萧文龙表示 凤林镇持续打造花莲中区新景点 希望在农历春节的时候 乡亲可以感受到凤林镇的新活力 连续第二年打造的凤林溪花海 目前正式盛开的时期 镇长萧文龙表示 将重新整治凤林溪沿岸步道 长度将可达到5公里 可以说是花莲目前最美丽的河岸景观 我们凤林镇公所跟农会 这几年配合得相当好 农会也肯牺牲奉献 凤林溪花海目前是占尽是这样而已 那我们已经有跟第九豪川纪 已经规划了 明年就开始建造 后年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样貌 我们现在直接能一直做到最底的大中路 目前我们走的一倍 所以我们整条河都能把它建造好 我相信我们这条河做好 全台湾不敢讲 花莲县到台东没有那么漂亮的一个河川 凤凰地区农会理事长以及总干事也指出 为了这一次的建走活动 也与周边的农地协调 种植油菜花田 就是希望在镇长的协助之下 让凤林镇在农业发展上 有更好的条件走出自己的特色 我们镇长的主席啊 底下这个几年想要将我们凤林镇打造成一个花城 目前看到了这个新景点 还有这个中和路的延伸到建英大桥那一段 还有两公里的油桶花 底下又还有这种马丹花 那马丹花一年四季大部分都在开花 非常漂亮那去那边建筹也是非常好的景点 尤其以前我们常看到什么 我们的河中央都有什么杂草跟牛群而已 对不对 但是由于镇长的角色 把河道整个维护得非常非常干净 而且把我们波斯吉种在我们河道中间 再加上我们的水的倒映 所以真的这个场景是非常非常唯美的 每一年的建筹活动当中 重头戏就是拔萝卜活动 让参加活动的民众与贵宾 能够体验儿时的农事生活 大姐拔那么多要回去做什么 是 要来烟 哇小条 沿着凤林溪两岸见走 沿途的景致在温和的暖阳当中 看着约50公顷的美丽花海 更能够体会花莲冲区客家大正的文化魅力 与生活景致 记者凌杰 凤林镇采访报道